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新年好 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来到长沙来感受一下群节的氛围 我叫莫莫 来自也门 已经在中国有13年了 一开始就在北京 刚开始来的是回了留学 学了中文 后来到了长沙 在长沙就继续学我的专业 那么我其实已经去过好多中国的地方 比如我去过东北 哈尔滨 吉林 长春 辽宁的沈阳 新疆 还去过河南 河北 湖北 广州 深圳 好多地方我都去过 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在湖南待的时间 就是让我觉得想更多的去给大家看我能看到的东西 从去年开始拍Vlog 就是在湖南省各个地方去拍一些旅游的景点 或者有文化的地方去打卡 去拍这些有意思的镜头 给大家分享一下湖南的美丽 拍Vlog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去过的地方都比较多 认识的人也多 见到的美丽的房间都没有跟别人分享 一般都跟我朋友们讲 他们完全没有感觉 所以我就开始想 以后必须要把我去过的地方去录一下 准备给大家全部看一下 就是给所有人分享我经历过的美丽的故事 去年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有深刻的印象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独特点 在详细看到的文化表演 在长州看到的美丽山和美丽的黄金银楼 长沙看到的通关窑就让我感受到 原来中国怎么造这个陶瓷 还可以把陶瓷运到各个国家 而且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到现在已经还传下来 到现在的人都可以坚持做陶瓷 在刘阳也看到了漂亮的黄金 也在那里跟好多朋友们一起玩了水 反正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们拍的Vlog 就是让你们看到我经历过的 我看到的我喜欢过的地方 2023年的计划也是继续坚持做这个Vlog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和美丽的视频 其实我去年拍的视频 也只是给大家看小部分的一些湖南的黄金 所以我就是想把湖南上所有的漂亮的 值得去看的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感受一下 能来的就可以再来一起看 不能来 他也可以感受通过我们的这些Vlog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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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